接下来介绍Protect PT-650 为了它的接收灵敏度 也就是进照等级 SQA 那有两种方式介绍给大家 首先呢 我们按Menu键进入选单 然后Menu键更多进入图文选单之后 上下键选择射屏 Menu键进入选单 那选单01就是进照等级 Menu键进入选单 就有很多等级可以做调整 那数字越低接收越灵敏 那数字越高接收越迟钝 那它有0到9的等级可以调整 假设我设定成1好了 那按Menu键确定 那以后它就会选单 这样就设定好了 不过有时候太灵敏 会容易受到一些杂讯啊 干扰啊 或者说它可能收到很多沙沙沙的声音 那有时候比较吵 所以你还是要看你的环境去做设定 那假如说我们设计成1太吵了 那也许我们可以把它调高一点 那第二个方式用快捷键 Menu键一下 数字键1 SQL一下 就可以进入到选单 上下键选择3 一般这台机我们可以进入3左右 然后Menu键确定 那就完成了 它的介绍等于就回复到3 那当然实际的数值还是要看你的环境而定 那这机有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建议到3 如果太灵敏或太迟钝 再稍微做微调就可以了 以上介绍给大家 谢谢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接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哦